例如我跳舞,去看表演或錄音樂 其實我真的有駭度 但是一般人自然就會跳跳跳 我都會說很想跳,但是從我開始跳下去 我就想起我現在的腳要發力 我的腳是這樣的,我的手應該要怎樣擺呢 我自然就會很清醒 這就是我所說的不健康的自己認識 而且還可以上升很多台詞 不如跳的最受香的部分就是 是性格不是這樣 我永遠都不可以享受到一段性交過程 因為我很自然會在想這個時刻 我就應該要怎樣 我又在想我的手、腳要怎樣擺放 我是不是要做什麼聲勞 這些就是無論如何 即是你會被理性衝擊 我又不想叫他要理性 因為我不想合理化或者美化我這種心理 對 我想不到這個字 我覺得應該要發明這個字去形容這個態度 又不是過分清醒 即是你很容易不會喪失你那個思路的完整性 是啊 所以我不懂得忙 可能法文會有些 或者我博 或者我博 不可以真的 對 這個mind是 你在這個mindset裡面 我無論做幾日常的事 我都會想 不是想 我不會做 什麼 個logical 以前我覺得這個是好的 我這樣聽 其實我覺得你反而是適合演戲 我覺得我適合做一些好像梁朝偉的訪問 即是如果有人訪問我就會合作很多東西 因為角色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想帶出一些 所以我的表情就是這樣 可能我會拍一個很好的被interview的演員 其實我覺得神 我覺得你有沒有聽過一些 我覺得你很喜歡拍一些偽紀錄片 是的 我覺得偽紀錄片本身也很有趣 認真 你有興趣真的試著拍嗎 我覺得我們可以合作做一個偽紀錄片 好的 我可以想一下做什麼題材 可以 我覺得可以 那樣東西是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像 deconstruct 你那樣 但是那個你 是不是真的 你 即是 你這個人 還是你 切在一個人切 我剛剛想到一個主題 是的 我們拍過紀錄片 特意望遠這個 這個 這個詩集 好 我可以順便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 如果我出詩集 我就一定會寫前言或者後記 我覺得 用以作品說話 所以我就不想真的好 用八字黑字地講出一些理念 但我仍然想 為了自己唯理也好 也好 為了一些 真的想 知道 本項目是怎樣 又或者 純粹是為了 證明給人家 我不是亂糾塵 也好 也好 為了什麼原因也好 我覺得 以這個藝藥錄片 去說明這個 得意忘形的 概念也好 也好 也好 對 為什麼我這樣想 因為得意忘形 會有一個詩集的名字 但裡面有一套詩都叫得意忘形 我 我想說就是這件事 得意忘形 我覺得 有些事我不想很聰明 我不想真的精通 其中一件事就是唱歌和跳舞 我覺得 一個人怎樣才可以完全享受到唱歌和跳舞 就是他不太會唱歌和跳舞 我覺得跳舞是最明顯的 如果你是一個 跳舞很聰明的人 你就要 記好一些步驟 每一個動作都要 要含那個碟子 我想 以中間的極長極長長度 我想 很多職業 終身職業的舞蹈員 去到他退休的時候 都沒有去到 孔子講的那種 去到六十歲 從心而不如舉 即是有幾天可以 如如放鬆 但也都合乎了那些禮節 即是要極高到那本 很多人 職業 都一輩子都達不到 所以我已經放棄了 那種跳舞 應該一定要是很 amateurish 要是很厲害 要在這裡 搖擺 要是搖擺 beat 或者唱歌 就一定要是 走音 唱錯了歌詞 這樣 我明白 其實 對 得意忘年 這首詩想做 就是這件事 其實我幾明白 因為我覺得 其實好像我 我覺得我寫作 都是 我完全不是一個 擅長寫作的人 但是 我覺得 比起其他我更精通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樂趣 是 因為我夠寫 就是我完全沒有想 什麼技巧 引不引人入城 那些垃圾 所以我都幾明白那種 得意忘年 還有另一種韻味 另一種感覺 反而是一些 說自己要做作家 不會達到 就以你寫個劇本的英文為例 就是 有些很真實的情勢 基本上想太多 就寫不到 其實是 我覺得 反而是有時候 你真的不要想太多 或者那些未必是你心聲 未必是一些太自然的東西 但你就是沒有了那個包袱 是的 沒有了那個要想太多 去服用什麼的過程 但最表面的就是 真的很簡單 就是 恥笑 恥笑 那首歌 即 得意忘年是 本身是歌詞 嗯 是一首叫做 生命有價的歌詞 那首歌是 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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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儘快 儘快 儘快 連口儘買 你的 把你走 立體 和尚 可以嗎 勘快 ağı 恩 唐 一人 Tell 很緊張 指 我聽過了 我的喜笑就是第三句 他覺得嘩嘩嘩嘩嘩嘩 真的是關明是在填詞人想不到 然後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覺得整首歌 我的確這首歌是最好的歌詞 因為因為一同讚想 一生名使有家 東西只有說那最後一句 都可以就是說 總之夾 Aber 當朋友言ミね 就是那些父母 真的是不是這個 本身是真的 但當時的歌詞是非常詳情的 正如你 relieve algumas 這些無溝鳥的 就是一位填而填 那首歌真的填得差 我意思是被我拉了 拍是填得差 所以就變成了做拉拉拉 好像更歡樂 更合過主題 所以就這樣 這個低層就是 我剛剛說的那個 《得而忘形》 我想這樣唱歌 去解釋我那個 如果真的要做到 譴得生命是有家 要忘掉 憂愁眼睛 憂愁耐心 要拋棄霸蟑螂 眉笑嘴巴 這麼精面 這首歌是那些通俗教會歌 它裏面沒有任何神 是教會歌 是基督徒寫的歌 但它沒有宗教成份 但它沒有那些 教會法 想你喜樂 其實我不知道他寫的時候是不是 但以前很多教會會唱這首歌 然後我覺得 怎樣才可以生命有家 眨迴眉笑嘴巴 怎樣可以 什麼忙著憂愁不咎 我覺得就是要 好像 不懂跳舞的人跳舞 不懂唱歌 亡詞的人唱歌 這樣就是得意忘形 我覺得這樣就是得意忘形 我用了得意忘形來名這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得意忘形 這個就是第二層 得意忘形是有兩個意思 這個成語 得意忘形 本身的意思就是 本身的意思就是 古文獻的意思就是 古文獻的意思就是 就是 你得到內在的意思 你得到內涵 你得到內涵 得到意 意涵的意 意涵的意 你就會忘形 你就不需要再拘離 如之形式 就是好像來書法那樣 你得到那個feel之後 你就可以儲書 都可以了 就不用寫到 但仍然是表達到 那個 你想寫的字的意思 嗯 這個就是 但是呢 得意忘形 如果你看現代的用法 就是指 現在用法債指 很得意忘形 我真的不試 就是你不要 巴士幣 你不要得齊 那樣的意思 就是第三個意思 第二個意思 這個第二個意思 對 得意忘形的第二個意思 那我覺得 嘩 GG 我覺得 我這首詩就是 兩個意思都有 嗯 兩種得意忘形 巴士幣 真的有那種錯了 很開心 但是也是 就是錯了 而 真是忙了形 但得到意 得到意 那第三個呢 是第三場 是personal level 哦 就是紀錄 就是紀念我一件 我親眼目擊到的一件事 是 我以前呢 有個同學 他就是一個 挺神經的人 他是 他是 他是一個很老套的人 我聽過 那個 那個 五歲唱上海灘 寫 喜歡書法 會 夏天在那裡 拿著那些線 他就是跟我同學 是中學同學 是中學同學 中學同學 是中學 翻譯 翻譯同學 然後他 按鈴鈎 經常做一些翻譯功課 他無論什麼 文體 即是文學 或者 政府工銜 商業 全部都要 我喜歡那種半文半白的中文 哈哈 他真是 全部類型的文 都要 譯到好像那些 文言文 好像那些 胡適的年代 哈哈 噢 即是剛剛有白話文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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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趣夠像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這麼老套的一個人 有一天 他心情很好 嗯 全日都異慶風發 接著 我跟他下課後 我幾天上傳譯課 把那些很冷的冷氣房走出來 那些傳譯課 那些 例如 立法會那些 聽英文版的 翻譯 對 有一間房間 他做這件事 就是有個 全譯員 就是一邊聽一邊說 那叫全譯房 嗯 那間房間 通常都是 冷氣調到很大 很冷 嗯 令到你保持 專注力高和清醒 嗯 是一個完全浪費出來的 因為 發生一件事的時候 就是 剛剛搭出了這間房間 嗯 那便下課了 5點多 沒有課後 都離開了 那我看見 這是全譯房 這間 那個翻譯是 對 這棟東西的成果 這棟東西是 這棟東西聞到我 這棟東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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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譯房 就是這棟 對 對 就是這一個 一個很漂亮的 哈哈哈 之後 然後 牠 走這條斜路的時候 哈哈 這條斜路 是啊 你怎麼這麼小 哈哈 哈哈哈 然後 就 在那邊亨 你 在那邊亨 亨生命有家 神經病的 他不是我的童年,他長了幾年 我一年就回到二人了 我很喜歡這首歌 這首歌是很漂亮的 這首歌是很努力的 那你有沒有跟他聊這首歌 我跟他聊這首歌 你純粹聽到的 我跟他一起走,不順路 但一起坐車 他就跟我說 不是立刻的,就是同一天 可能隔幾個字之後 他跟我說昨天 跟家人吃飯 我那時候才知道 原來他是父母離意的 記得昨天 我們很久沒有三個一起吃飯 我們去了吃 我忘記叫什麼 什麼什麼鍋 是某一種的火鍋 那些什麼鍋,我們訂了一間房間 然後吃了什麼 就很紅色 真的很值得吃 又很便宜,又很好吃 然後很少 真的不知道幾年沒有三個一起吃飯 就是這樣 嘩,你感覺到他真的很開心 他真的很開心 對,然後我就想給他 他在那裡向他哄 我那時候真的笑了 你真的當了他在那邊笑 我沒有 我這樣就沒有 就是我心裡 在那裡 在那裡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就是你記得 這個人 對,這時候我就記念面試 我跟他之後也有聯絡 現在呢 現在我跟他男人有意 就不是經常聊天 但是可能不會計一、兩年 就會見一次 復古文是那個書法 他寫的 哦 這我跟IG在說 你好像說 嗯